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在周一呢 并没有延续到上周连续四天上涨 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情况 在昨天周一开盘又开始下跌 而且非常不幸的是呢 昨天银行股和矿业股两个大板块的同时下挫 这样一来我们闭着眼睛都可以踩到澳洲股市 澳洲股市昨天是避跌无遗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呢 由于其他中小板块的强力托盘 最终澳洲股市呢是下跌0.6%左右 那中国股市目前依然没有好转上涨的收下跌 0.4%收在3100点之下 深圳方面呢虽然是上涨了0.5% 但是现在也依然是在万点之下 那么在其他方面的欧洲股市 昨天大约是有0.5%左右的下跌 而美国股市呢则轻微的啊是回调 0.1%左右 目前欧洲和美国依然是保持在 他们各自的历史最高水平附近 那在其他方面的黄金价格目前进一步上涨 已经突破了1280美元大关 石油价格呢则下挫大约是五毛钱左右 目前是在47块5至48块钱附近 那在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中 咱们着重就来说一下的呢 是现在的人民币 我们知道是人民币汇率啊 以及呢 我们说到的国内的房产调控啊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啊 人民币是出现了超过1000点的大涨啊 而同时呢 澳元又有大跌 所以说在上周啊 我们说到你不论是用人民币换澳元 还是人民币换美元都非常的划算啊 那么可能近期想换钱的朋友们啊 纷纷打电话说 现在再换是不是还可以呢 还是以后再等一等看呢 那我在上周人民币连续上涨两天的时候 曾经告诉过大家是可以去换啊 如果各位呢 当时有事没有换的话呢 现在其实价格也不算太差啊 虽说比上周的时候要多了那么一百分之一左右啊 但是依然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最好的价格啊 所以说如果大家以后想要看这个人民币跟澳元 或者是人民币跟英镑或者是跟欧元 他们的走势关系啊 基本上我们就要看他们两个货币各自的情况 假设今天我们以人民币和澳元来说 那么首先就要看的是呢 人民币未来涨还是跌 以及澳元未来涨还是跌 那么总结一下来说的话呢 这个人民币和澳元呢 基本上呢 是在今年下半年都会出现下跌 只是跌多跌少啊 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而已 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咱们都知道由于货币政策 以及国家经济情况和货币情况 会这个出现了南辕北辙的情况 因此人民币和美元未来的差距 势必将会无端的拉大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说现在上涨这么一千一百个点 在我看来的话是消耗了巨大的财富 那么我们现在由于美元储备呢 已经明显不足 所以再搞一次这样的大涨 一千一百点的行为 似乎呢 并不是那么现实 所以说人民币在未来呢 很有可能会短期内保持稳定 中长期依然是看跌 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澳元呢咱们之前说到出澳元的走势 因素取决于三方面 第一是铁矿石的价格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情况 和第三美国的加息速度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其实呢 澳元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 澳元好就说明投资者实际上是看好铁矿石 也就看好铁矿石的最大消费国中国 那如果澳元不好 则说明呢 投资者是看对于这个铁矿石未来呢 没有太大的信心 也意味着中国未来进口铁矿石 对于投资者来说 可能性不是太大 我们说进口量增加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说从现在情况来看 尤其是后半年 如果中国经济呢 还是在缓慢放缓 这样的情况之下 澳元你说要有大的起色 我看呢 也是很难预料 那么这两个货币 如果对美元都在下跌 怎么办呢 假设我们如果现在人民币和美元 现在是0.6点 这个6.82到85之间 我们就算按照正常的情况来看 它今年依然保持在7以内 按照6.95和美元的汇率来算 而澳元呢 也同时下跌 大约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按照保守一点 按0.72这样的跌幅来算 那么把人民币和澳元一折换之后 他们的汇率差大约就是在1.5 1.5 所以说现在的价格虽然说比1.5要高 但依然是非常划算的价格 大家呢 如果呢 是这个想换大量资金 现在其实是可以换取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 那这是一方面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地产 我们知道呢 最近呢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经济 现在是在下滑 或者说并没有出现在次的上涨 那么在经济下滑的时候 你去调控房地产 是不是对经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呢 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咱们都知道房地产行业是占据国内GDP的一大块 有很多上市公司啊 特别是中小的企业 他们一年的净利润 甚至抵不上北京两套房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房地产价格继续升温 那么这个基本上来说啊 房地产就会吸引到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技术和人才 事实上呢 这样的情况 对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知道房地产呢 不是高科技行业 更不是呢 我们说的什么绿色环保概念啊 或者说制造业啊 或者说换句话说 连矿业都不是 造出来的房子 很大程度上 它只是一个虚值 虚值 它本身的地 以及它的房屋的价值呢 都是大家炒上炒上去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万一出现了泡沫 很大程度上来说 房地产呢 应该说是相当脆弱 所以其实啊 我们知道呢 国家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这样的情况 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呢 那未来几乎没有人 再去做实业了 也没有人去搞科研了 大家都去炒房就行了 这样一来 国家肯定搞不好 所以说 现在呢 与其说是打压这个房地产 还不如说是拯救 其他的行业 你只有把房地产 你这个热度压下去 大家的精力 时间和资金 才会考虑 投到其他的行业上 看看 有没有 有所回报 如果一个行业 过度的这个 吸引资金的话呢 它势必未来也会带来 巨大的风险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商品啊 你不论是多贵 它价格都有周期 有的时候会高 有的时候呢 就会低 你不可能永远上涨不变 虽然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从这个商品房 大概是90年代初 到现在为止 一直是在上涨 但是 这么大的一个泡沫 随时有可能破裂 所以与其让它自己破了以后 产生巨大的负面效果 还不如现在 先放一点气 把泡泡呢 变得小一点 这样来说 即使未来出现问题 所付出的代价 也会少很多 我们今年再重申一遍 目前中央的政策 已经从去年的保房价 改变到了保汇率 因此 今年的重中之重 就是人民币 不能出现大跌 但至于房地产 已经不是作为第一保护目标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说到一个产品 说的是啥呢 今天说的是黄金 我们这个图 延伸的时间比较长 是从20 应该说没有10年 最左边是2012年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 是5年的时间 5年之前 黄金曾经去过1800美元 最低的时候 去过1050左右 1040 那在过去2016年到现在 从它的最高点向下 画一个曲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黄金价格就刚好 最近的价格是被压 之前呢 一直是被压制在 这根向下的 这个趋势线以下 关键点呢 大约就是在 1280到1275之间 一旦这个价格 得到有效的突破 我们相信黄金 在未来 会有很大的 上涨空间 所以说 非常巧合的是呢 今天这个价格 已经出现了突破 所以我们投资者 目前可以密切 关注黄金产品 这个价格 一旦得到有效突破之后 未来呢 至少黄金 会去1330 至1350附近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